主料,虾500克,菠萝西百克,主料,盐,淀粉,糖,白醋,料酒,葱,姜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新鲜的海虾去投包壳,用枕条去纱线,葱姜接用料酒,葱姜腌制小人一段时间,菠萝血皮,菠萝肉切成小块,用淡盐水浸泡一段时间,取部分果肉炸成脂, 腌制好的香仁,再去葱姜,再干淀粉里裹一下,放到湿淀粉里裹一下,锅里油烧热,大火烧至六七分热,效果炸至,炸香仁的时间要短,防止香仁炸老浪出口,再复炸一遍,锅里放一把烧糖,小火加热,倒入菠萝汁,加入适量盐和半烧白醋,加入纸地香油,粉汁熬浓稠,冒着小泡泡时, 倒入菠萝和香仁翻炒均匀即可出锅,烹饪技巧,注意,菠萝一定要用盐水浸泡,不但可以去酸加甜,还可以避免皮肤过敏,香仁外面要裹糊后再下锅炸,保持香仁的脆嫩,防止香仁锁水,香仁要先火干粉的盐湿淀粉,这样可以防止香仁在炸的时候脱糊, 负炸两遍可以使外面的胡椒被作祟,但时间不要过长,防止杀人炸老缩水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